大家好,欢迎收听康向编辑的节目 今天录节目的日子是2021年2月7日 这里我新西兰记得台仰,还有在澳洲的珍比士 你好,大家好,台事真的好 希望大家点赞,订阅和分享 同时也可以大家多点留言交流一下 继续壮大中立模式的力量 我们上大约几集前就说过关于澳洲发生了一件事情 是的,是什么时候说的呢? 其实是浪费冷气的 2021年3月3日A 2月3日A,不是3月3日A 2月3日A,其实是真劳 就是澳洲一无量华人老板向土生留学生动操 就是这节目的,我们也有爆粗 因为太愤怒了 现在事情闹得很大 但是我们也说一下 其实就是在几天前 回顾一下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几天前 有一位中国的女留学生去一家奶茶店 化名叫小A 其实就是向雇主土生的时候 一名黑衣人冲过去 首先就是一个巴掌 然后就是一脚 场面极度火爆 全澳洲都是很大回响 当时阿德雷德所在城市 这个还是头条的 之后打人的男子被曝光了 就是某建筑公司的老板 叫国女 就是来自内蒙古的一个小城市 稍后有网友在YouTube上公开了案发事 店内的监控录像 内容就包括国女点餐时 就和女子疑似爆发不愉快 之后就是后续打人的全国过程 39日的时候 这位国女在星期二的时候 不是39日 39岁的国女在星期二已经证实被捕 被控襲击罪名 稍后就获得保释 将会在5月7日 在阿德雷德地方法庭提堂 与此同事 这个奶茶店当然是帅锅 就是要脱离这个关系 但是公开的事实就是证明 他说一些关系都没有 我再说他怎么说 奶茶店在他门口贴了告示 就说打人事件 和勞资纠纷 是和我们没有关系的 你大话说了这个 结果是反效果 等一会说有什么反效果 其实他上面写着 我们一名女店员涉原被顾客 嘔打这名顾客 和那家 他自己说的 曝光了 叫Funty 是无关的 但是大家知道 原来老板 是和打人的角女 其实是Tiergerman 即是老铁 他说没有关系 其实当时是和他在一起 而且在告示中写到 这名女店员和顾客之间有语言冲打 导致了这起事件 襲击事件 和员工的 哎呀 和员工的 身资投诉或时薪 额度是无关 是无关 如果你们有语言 算了 差到无论 写这些东西 小个老板死了 其实说回 卷入这件衝突的其他 其他召事者 其实当事人包括 在整个过程中 踢出一脚的 就是踢人的 那位 是那个角女的老婆 叫Gina 和奶茶店主 叫Jason 但是目前 都未受到警方起诉 之后 他不出这份 还好 一出了这份 就激起民粉 不关系 其实 这份一出之后 南澳职业 女性权益中心 WWC 就发表了声明 就说 这个机构 已经代表了两名受害人 协助他 行使行业维权 两人已经针对 这个分T的告示 通过WWC 给予了正式的回应 即是他不出告示 你还好 现在他激怒了别人 人家真的找些维权组织 你糟糕了 回应中 就写到 当事人强烈反对 分T 关于郭先生 就是各女 打人的男生 和分T 没有关系的声明 郭先生 各女 是分T 的主兼经理 段先生的物有 分T的声明具有误道性 当时人完全拒绝任何关于偶打 不是因为投税他工资的说法 其实说明了他很害怕人家查他的工资和税 一定是新有史 之后我们的委托人要求支付他当晚和之前两周的工资 这一点在视频中可以看清楚支付多少 是吗? 即是你给了工资就不追究这件事就不行 是这样的 其实他之前还放风出来说我赔5万元给你 结果人家当然不肯 你罵得这么大 他也不敢要你的钱 你以为私了就可以吗? 不可以 另外还有一个组织叫SA Education Network 在Facebook发起了与年轻人同在的行动 呼吁民众在星期四中午时份前往这间 邵氏的地点 即是这个粉丝的奶茶店 外面集会抵制暴力 以及声援被打的女生 当时也是很震撼的场面 再说一下 本来我也觉得应该没什么人去 因为看他Facebook当时只是说 高营的人 只有58名 结果不是 有很多人去 而且 多数的西人 叫口号 组织者 就说他们当中国际留学生 男时签证持有人 新移民 还有这些很多都是 黑扣工资的相 即经常受害者 统计就显示 至少有121家阿德雷德当地企业 向工人支付 工资是很低的 从15元降到 哇有些人还没良心 降到5元一个小时 哇你没良心成这样 你买杯咖啡也不够 因为疫情 哇有没有人性 5元的 真的没人性 就是有很多这些 衰人的 其实这些就是令到我们亚洲人 在西方社会形象不好的原因 就是整天都是这样 没错 自己人欺负自己人 真是很不好的形象 真心地说 之后他们就说 疫情期间 我们请你也很好了 给5元 哇 这个组织的发言人 他就说 现在是时候敦促政府 采取行动 保护南欧工人的权益 组织者 在集会的时候 大声演讲 向弱势社群大声疾呼 提高人家 对合法工资的认识 并且教育非法的老板 警告一下他们 抗议是2月6日早上11点 唐人街大门下举行 组织者强调这些和平的抗议 与严格遵守社会隔离要求 和戴口罩 据了解很多华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但多数都是西人 带球的都是西人 声缓这位之前被打和黑扣公子的女生 其实当时 第一排是华人 后面就说 有很多人 然后就有一个女生发言 还有华人 组织者是一位西人的女士 有人手持标语 Stand up Fiveback之类的口号 这些Banner 演唱的人表情都是很严肃的 就是听着这些人的说话 结果加入的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演讲者就说 他就说 在唐人街 就是亚德雷德的唐人街 甚至有老板 给三元一个小时 一杯咖啡都买不起 真是人渣 这个应该要把这些老板都称出来 没错 放上网也好 把他的资料放上网 不过那么不好的 这个是日本中国留学生 他的发言 甚至他试过三元一个小时 还有 一位组织者 他就说 现场很多华人 参与者 都是举着这个 叫做 现代奴隶这些标语 还有写着 用中文写着 人血馒头 现场还有一位西人 这位 应该是参议员之类的 就发言 集会的人越来越多 其实 令唐人街 比平时 热闹的 还有人 就是 还有演场了乐团 去演奏 就是这首 L'E Bissera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演奏 当然最后 也是 安全地散去的 为什么说他现在 踩到火水 因为 现在 连南澳洲的 议员都说要声援他 这些绿党专搞工人的福利 这些是有机会 这些绿党看上了你 你应该整盘税 你之前的收入都应该被人抖出来 而且他有公权力 他有办法可以 使社会关注你 其实 好像南澳洲绿党议员 Tammy Franks 其实也转载了这些视频 还有牵责了 这个男子的 行为 还有他接受了ABC 就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 电台访问 他就说 看了这段视频 真是太可怕 这种暴力程度肯定要 应该接受刑事指控 其实他就告诉 ABC 现在 警方已经 启动了调查 并确认了 警方收到 报警的电话 还有 我们也说了 其实是拘捕了他的 还有 他就说 为什么这么多 人不敢出声呢 因为留学生来到 初到季境 英文又不是那么好 还有就是不了解当地的 叫做 是不是应该叫封土人情 还有就业的市场各样东西 甚至乎法规 法规不熟 就不知道自己的权益在哪里 很容易被一些 有心的人去利用了 自己被骗都不知道 弱势来的 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 还要被自己人欺负 最大事 最坏就是自己合人 合自己人 这个很好 还有呢 其实说回他视频 那间 那间 奶茶店说 不关公知事 但是视频第一句 就是 你不想罢我公知 罢这句 他 很明显他就是要讨身 奶茶店 还说不是 所以 激怒了这些西人组织 都激怒了 不要说是西人 全世界人都激怒了 另外还有 也有人 都是为他 叫做 圣徒的 就好像另外一位 就叫 林雪恩 其实就是 南澳洲新藤社的始创人 他这间 这个组织 就是 打工的人 主要是中国交换 女生提供法律方面的建议 是免费的 他和视频中的 女生是交流过的 他就说当时是吓坏了 是的 我们当时看到电视频 也很害怕 已经被 首先一把 然后就一脚 然后他不断地哭 黑衣那条人 还是不断地向其他人动操 他就说 为什么那么多 留学生 是 不敢出声 因为他们非常害怕 会被列入唐人街的 雇主黑名单 如果你去 要讨身的话 因为你知道唐人 圈子很小 唐人街就是 好说不好听 只有那些餐馆 多极就是几十间 传来传去 如果有个老板说 不要请他 他很喜欢搞事 他就很担心 唐人街其他的雇主 将他列入黑名单 很多的留学生 因为 初到季境 很多人都是 大家都是中国人 打算容易找工作 很沟通 去唐人街找工作 如果列入黑名单 就会很难在唐人街找到其他工作 因为 老板 就会默认 这个人不能请 经常搞事 想要合法时薪 想要合法时薪 我们给不了 叫他过主 这位女士 凌小姐 凌雪茵小姐 他也说 他自己 在南澳 读书那几年时间 他也担心 被人 列入黑名单 找不到其他工作 在唐人街 所以 不用担心 最重要是维持自己的合法权利 他接受 又是ABC 澳大利亚 广播公司 阿德雷 分台访问的时候 就 采访 该店一名员工 连那间店的员工都说 他看到 视频 因为他那天是没有开工 他都说 他都感到愤怒 以及辞职不做 就是那间 这个老板和他的朋友 癫癫癫的 还有 我都呼吁 任何人 知道这件事件 其实在华人圈子都痛了天 知道这件事件更加多详情 请自电 如果在澳洲 请自电 1800 333000 跟澳洲警方就联系 如果你手上有任何关于这件事件 做过良好市民 如果他做了什么坏事的 一定揭发 这两个是 是华人之耻 这些不是叫独悔 这些叫做揭发罪行 对啊 没错 这场示威 其实 都是 有几个组织的 还有就是 这个 SALabor Infohub 以及 Fairgo South Australia 这两个组织 都是 西人组织 但是 有大量的成员去参加 举起的环额 就是 叫做偷了我们的工资 是罪 是罪 这个事实是罪 如果你是 不按着这个法定去发工资 是罪 最后 这些 示威 抗议结束 人就是 和平散去 跟香港是不一样的 事有事搞 但是这些是很和平的 所以说一句 我们华人 如果 全世界的华人 如果是 要 不要为华人的形象 搞叉 就是不要自己人合自己人 这点是最重要的 尤其是在外国 很多人很坏的 就是专合一些新人 而且是 剥削他们 或者是租 还有说了一件事 这两个人 后来被人揭发了 他们 租的房子给人家 都是很差的 还有 又是常常去扣人家的帮 都不扣人来的 这些人 这些人是活着的 特地欺负人 他们就是我们所说的 特地欺负新来的 中国留学生 其实这些是最可耻的 自己人欺负自己人 你聪明的话 你就堂堂正正去找食 不要自己人欺负自己人 我就是感觉这些是华人之耻 还有呢 我都奉劝大家 留学生 如果你有小孩 如果有盲友的小孩 在澳洲的话 都是要小心 遇到这些黑心老板 一定 要告发 不要引起吞声 因为这种 告发这种人 并不是 将华人的形象 降低 而是 维持一个 正面的华人形象 因为这些 老鼠屎 这些 没错 好 今次的节目时间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